三十一,香港經濟日報,台Hopop舉牌小人發放正能量 2015年7月18日商場改第21外國或日本卡通大家可能看得多 其實台灣的代表也毫不舒適 好像Hopop舉牌小人,不但紅片整個台灣,熱潮甚至新延至香港 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旗下VCity今回呈現VCity動感SumUp 特意邀請台灣設計師李漢創作的卡通人MateHopop舉牌小人訪港 Hopop舉牌小人首度駕臨香港,當然要悉心打扮 他將以多個得意造型現身,為商場增添歡樂氣氛,同時發放正能量 Hopop舉牌小人會換上多個可愛造型,化身救生員 派對設計師及雜技表演者等走進夏日活力海灘 清新打氣花園及生日派對大舞台三大場景 他們會鬧行D舉在商場四處跑 必要用鬼馬造型及令人哭笑不得的肢體語言 為我們帶放笑彈,要發放正能量 Hopop舉牌小人當然要花歇功夫吧 二十四個村童然M紛紛服飾的舉牌小人會合力 舉起L.E.D.屏幕,無間斷向股客展示正面信息 及鼓勵自居,全程投入為充滿壓力的港人打打氣 由即日起至8月30日期間的星期六 及星期日,商場中庭會設置L.E.D.居排小人慈善意賣Purplup Straw 發售多款精緻商品,讓大家將鬼馬隨自的小人帶回家 值得一提,所有收益於扣除成本後 將全數撥捐香港撒馬里亞防止自殺會生命教育中心 藉此推廣積極面對人生活困難的正面信息